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Arno的抗鋸齒與採樣設定 如果要了解這個設定的話 我們首先要對它的原理稍微有點認知 在抗鋸齒的部分 由於圖像都是點正的方式形成的 所以說在圓弧物件的邊緣都會有一尺一尺的鋸齒狀 為了讓視覺效果不要有這麼強烈的鋸齒狀 所以我們會在每一個像素的邊緣上加上一點抗鋸齒的效果 也就是加上柔化的效果 所以呢為了替圖像增加這樣子的抗鋸齒柔化的效果 事實上是會增加渲染的時間的 圖像採樣的話 也就是說一個3D的物件最終會在一個平面的圖上被渲染出來 這個平面的圖上最後就是取決於每一個像素它是什麼顏色 而這個顏色也就是從相機往回去追 追到物件的表面 然後這個表面被什麼光打到或照到或者是它是什麼樣的材質 那這樣的動作就是屬於一個採樣的動作 那採樣的動作會影響兩件事情 一個是物件圖像的品質 也就是說如果採樣數越高品質就會越高 就越不會是馬賽克狀 但是時間會越久 那採樣越低就會越馬賽克狀 那就會越快 所以用在渲染預覽的方面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我們增加採樣的一個光線的數量 那麼就會增加圖像的品質 可是我們犧牲的就會是渲染的時間 第二個會影響的 也就是圖像中的雜點 如果採樣的光線數越多 雜點就會越少 那渲染時間就會越久 如果光線數越少 那雜點就會越多